1月19号,在有数百吨台湾南部农业县市农水产的台北快轮从台湾高雄港出发, 雄岗高雄至福建平潭海商货运直达航线正式开通。 据介绍,以往台湾南部农水产从出货至运底大陆目的地通常需要两至三天物流时间, 对于保鲜期极短的农水产是极大挑战。 此次开通的航线,航距178海里,航程约9小时,将进一步缩短台湾南部农鱼产品进入大陆市场的时间。 台北快轮由台湾华钢物流集团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交通投资集团联合运营, 该船单次最大可载运230标准集装箱。 据悉,该船2017年12月28号投入平潭往返台北港的高速滚装货运航线, 近日经两岸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开通高雄至平潭的周末航线。 华钢集团董事长洪清潭表示,高雄到平潭的货运航线未来将长泰滑运营。 我们最主要是在速度化,我们在整体世界, 替农民来取得一个末端销售的好价格。 高雄为台湾农业县市之一,盛产芭乐、凤梨、蜜藻、香蕉、木瓜、荔枝、芒果等水果, 以及石斑鱼、湿木鱼等海产。 台湾南部其他农业县市同样盛产农与货。 对于这个航线的开通,第一个就是速度非常快, 我们可以直接把南台湾所有的农民产品, 就是透过高雄港我们直接到平潭, 再由平潭运送到其他就是有这个输果啊, 漁获啊,需求的这个地区。